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老游 现在是美东时间12月11号星期五 欢迎收看今天的美国实录 12月10号,美国时代杂志宣布 拜登和贺锦丽被选为2020年度风云人物 杂志封面上开灯了两人的侧脸照片 在两人的名字下面写着一行副标题 改写美国故事 据悉,除这两人之外 本年度风云人物的绝选名单 还包括美国总统川普 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院院长福奇 战斗在抗疫一线的医护人员 以及种族正义运动人士 时代杂志总编辑费森塔尔在文章中写道 为了改变美国历史 为了展现同情的力量 剩余分化势力所带来的愤怒 以及这个悲伤世界经过疗愈后的愿景 时代杂志2020年度风云人物 正是拜登和贺锦丽 12月10号 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专家小组 以17票赞成 4票反对和1票弃权的结果 建议批准辉瑞疫苗 对16岁以上人群的紧急使用授权 其中一位投反对票的专家今天表示 他之所以反对 是因为他认为16岁和17岁的人 现在不应该被列入施打对象 芝加哥医学院院长 小儿科传染病专家 阿扎纳 向CNBC表示 如果疫苗的施打年龄 是在18岁及以上的人群 他会投赞赞票 他说 我要非常明确地表示 我完全支持辉瑞和BNT 为18岁及以上的成年人 使用这款疫苗的紧急使用授权 并对辉瑞和BNT 将18岁以下的人纳入实验 表示赞赏 但他强调 在建议18岁以下施打前 自己希望能够先看到更多的数据 前段时间 在美国和欧洲等地 陆续出现神秘金属柱 从美国的犹他州到加州 然后再从罗马尼亚到英国 再到荷兰等地 也都陆续出现金属柱 近日在波兰首都华沙 再次出现神秘金属柱 据当地媒体报道 华沙的一名路人 在维斯瓦河边跑步时 发现这根约三公尺高的 银色三角形金属柱 华沙维斯瓦当局 在脸书上表示 河边出现了一个 神秘且不寻常的装置物 如果你经过附近 一定不会错过 随着神秘金属柱的不断出现 又离奇消失 神秘事件引发各界的热议和猜测 甚至有人认为 这是外星人的杰作 但对于此事 在上周六12月5号 美国的一个名为 最知名艺术家的艺术团体 在Instagram上发布了 金属巨柱的制作画面 以及与之相关的 立体设计草图视频 自称是金属巨柱的制作者 该团体发布的其中一张照片显示 一名男子手握工具 正在为金属柱表面打磨 听闻中写道 你说那是外星人吗 该团体爆出了 每根金属柱的单价 为4.5万美元 并列出了金属柱的尺寸 材料 以及交付与安装的信息 下单后需4到6周 才能发货 该团体的创办人 马迪·默表示 犹他州和加州的金属柱 是他们所为 但罗马尼亚的金属柱 与他们无关 他说 碍于法律问题 现在还无法公布更多证据 但他声称 在未来几日或数周内 会在推特上发布更多资料 在美国总统选举僵持之际 著名乡村歌手约翰·李奇 他非常有信心 相信最高法院 能够帮川普总统 推翻选举结果 川普将顺利连任 并且以1万美元的赌注 跟滚石杂志的记者 葛登公开打赌 他说 如果拜登宣誓就职 我这1万元就算输了 此前在本周 葛登曾在推特上问约翰·李奇 你是否依然相信 最高法院将帮助川普获胜 8号 约翰·李奇在推特上回应说 非常有信心 我们可以公开打个赌 我们各自拿出1万美元 放进托管账户 如果拜登宣誓就职 我这1万元就算输了 但你必须把钱捐给 折叠荣耀军人基金 但如果川普赢了 我也会把你的1万美元 捐给你所指定的慈善机构 一言为定吗 最后他在推文上 还加注了几个关键字 掏钱 否则闭嘴 约翰·李奇是一位 出生于德州的创作型歌手 今年46岁 随后他在推文中又写道 葛登在后续的推文中表示 有人愿意赞助他 跟约翰·李奇加码 对赌5万美元 随着新冠疫苗即将进入运送之际 美国的两大快递公司 UPS和联邦快递 已制定了详细的计划 随时待命运送疫苗 10号 UPS和联邦快递的高层人员 前往参议院 出席了商业科学 及交通委员会召开的会议 介绍了公司的疫苗预送方案 其中 UPS表示 他们会为疫苗 以及包装所用的干冰 贴上黄金级服务标签 标签本身 附有四个无线电收发装置 全球定位系统 将会提供包裹的温度 曝光度 移动数据 然后再配合辉瑞药厂的感应器 各项资料都会传输到指挥中心 以便工作人员实时监查疫苗情况 另外 UPS还表示 在运输工具上 他们会将手提箱大小的疫苗包裹 送上飞机和货车 抵达物流分解中心后 包裹会进行特别程序处理 公司也会安排指定司机 向他们明确表示 货物极其重要 UPS分管全球医疗保健业务的主席 惠乐表示 他们将会与联邦快递分担运送工作 其中 UPS也会负责首次干冰的填补工作 让疫苗的储存温度保持在华氏零下94度 约为摄氏零下70度 联邦快递地区主席史密夫表示 公司已经预留了人手和资源来运送疫苗 并已和航空管理局合作 让载有疫苗的航班优先升降 会上有议员提出 随着圣代物流高峰的来临 疫苗是否可以快速的送达偏远地区 两家公司的高层均表示没有问题 史密夫更是承诺 疫苗只需一个晚上就可以送到全国各地 根据我们每天中午11点钟 采集的全美新冠死亡人数显示 从9号开始 以持续三天 单日死亡人数超过3000人 据美国疾控中心主任雷德菲尔德表示 单日死亡超3000人的情况 可能还会持续60天到90天 据美联社的媒体报道 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 美国在9号死亡人数达到了3124人 这个数字超过了911的死亡人数 2977人 也超过了二战时期 诺曼底登陆的美军争亡人数 2500人 目前全美的驻业人数为10万6000人 平均单日新增病例 已连续三天保持在20万以上 近五天来 新增病例就增加了100多万 卫生部在本周一首次公布了疫情爆发以来 全美2000多个菌的医院病床使用情况 据分析发现 截至上周 三分之一的加护病房 已经使用了90%的床位 200家医院已经满负荷 已没有任何病床 新冠病人占了医院床位的28% 占加护病房床位的46% 而在11月的第一周 这个数据分别是19%和37% 至少有26个菌的医院病床使用率 平均已达90% 尤其是乔治亚州 肯塔基州 明尼苏达州 阿克拉克马州和德克萨斯州 更为严重 CDC主任雷德菲尔德于10号 发出可怕的警告 他称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 美国每天死予新冠病毒的人数 可能都会超过911事件或珍珠港事件 雷德菲尔德警告大家 虽然疫苗即将上市 但广泛接种还需几个月的时间 在短期内 民众依然要做好基本的防疫措施 例如戴口罩 避免室内聚会 以及不要和不同居所的人 举行小型聚会 12月10号 联邦人口普查局公布最新资料 在过去15年里 亚裔家庭的收入增长 大幅超越其他民族 涨幅约8% 增幅最大 拉丁裔家庭增幅约6% 排第二 非拉丁裔白人家庭为3% 非裔家庭为2% 据美国社区调查报告指出 从2015年到2019年的5年间 全国家庭收入的中位数 比2005年到09年间 增长了2.3% 报告显示 亚裔人口仅占全国人口的6% 但在过去的5年里 亚裔家庭的收入中位数为88204美元 高于其他任何族裔 全国家庭收入的中位数是 62843美元 根据这个全国中位数标准 亚裔的收入高出25361美元 据经济学家分析 各族裔家庭收入的增长分布 和就业市场的增长密切相关 增长分布主要以亚裔和拉丁裔 比较集中的城市为主 大多数分布在西部和西南部地区 波士顿麻州大学经济学教授马林表示 教育程度和收入增长有绝对关系 根据近5年来 美国社区调查报告的结果显示 2015年到2019年间 亚裔族群中有超过54%的人 拥有大学学历 比全国拥有大学学历的总人口比例 32%高出20多个百分点 位居所有族裔的首高 非其与裔白人 拥有大学学历的比例为35.8% 非裔为21.6% 拉丁裔为16.4% 马林教授表示 我们生活在一个知识经济的年代 学历证明是进入专业领域的门票 而亚裔拥有大学学历的比例最高 所以他们也能从事更专业 或技术性更高的工作 这也是为什么 他们的收入大幅增长的原因 据世界日报报道 纽约南区联邦法院10号宣布 纽约连锁美甲店的三名经营者 涉嫌谎报员工薪资 向联邦小商业管理署申请纾困金 诈领1300万美元 三人在当日早上被捕 被控银行欺诈 电信欺诈 对银行不实陈述 欺诈美国政府罪 若罪名成立 最高可面临45年的监禁 其中两人还涉嫌非法犯运人口 如果罪名成立 最高将面临15年监禁 根据法庭文件披露 这三位经营者的年龄 分别为44岁 31岁和33岁 三人和他们的家人 在纽约的布朗克斯 布鲁克林 以及长岛 经营多家 维多利亚美甲店 以及分店 在今年的4月到6月期间 三人使用不实信息 向至少两家银行 申请了薪资保护贷款计划 获得1300多万美元的纾困金 在申请中 他们使用了造假的工资单和报税单 并使用同一批员工的名字 为不同分店进行申请 以获得更多的纾困金 此外 他们将约780万美元的纾困金 存到了自己的银行账户 当他们发现其中一家银行 延迟接受存款后 他们立刻在网上查询 如何摆脱纾困金 薪资保护贷款计划 诈骗被捕等信息 随后他们还撤回了贷款申请 此外 其中两人还涉嫌非法贩运人口 两人于10号被捕后 在纽约东区联邦法院过堂 两人涉嫌于2017年1月至今年9月间 从越南贩运人口 从墨西哥边境等地 非法进入美国 然后迫使这些受害者前往纽约 在他们的美甲美发店低薪工作 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 今天的美国疫情 截至2020年12月11号上午11点 全美确诊人数累计1591万2997例 累计死亡人数29万7736人 今天新增的确诊人数是 23万6410例 死亡3092人 纽约州今天新增1041例 死亡10人 加州新增33415例 死亡165人 新泽西州新增5782例 死亡70人 休斯顿新增1000例 死亡3人 芝加哥新增4561例 死亡59人 长岛纳苏菌新增775例 死亡0 长岛苏福克菌新增1047例 死亡0 好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关注我的频道 也欢迎大家转发留言和点赞 我们明天再见